好,各位同学,那我们刚刚已经画完头发的法师之后 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要帮人物画上那个衣服 那一开始就是如果第一次接触人像的同学 可以吸那个照片上的颜色 那如果对颜色很熟悉的同学 就可以自己用选色的方式去填色 那我 我们在画衣服的时候对不对 因为这现在涂层啊 这边占了很多 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头发的部分先折叠起来 就是先群组起来 减少那个空间 那皮肤就留着 只要把头发的部分群组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就是就可以减少涂层的上下拉的那个顺序 还有那个次数 那头发我们就命名头发1 然后这边就是头发2 那脸部要不要 就是也打上都看你个人 只要你清清楚楚知道哪边是脸部就好 那 现在呢我们要在脸部的部分 新增一个涂层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涂层啊 是新增在脸部以下的话 你的颜色是无法上上去的 那如果你把涂层移上去的话 它就在上面了 这一点各位同学要记住 要画的物件一定是要在 该涂层的底就上面了 好那 现在看衣服的部分 衣服的部分可以清清楚楚看到 有蓝色 有淡蓝色 还有紫色 它这边的渐层是很漂亮的 好那部分 选色部分 我可能就选一个紫色的部分 然后偏冷色系就好 好紫色已经是 冷暖色的之间了 好 好选 甜色的时候 甜色的时候可以用那个 我选深一点颜色 吸大概吸这边也可以 都可以 自己选色也可以 甜色的时候你可以用100% 也不一定要 也是用我刚刚一样 用40% 40%的部分 用来上色就可以 然后甜色就用100% 好 塗出去没关系 那之后再擦掉就可以 我们只是铺色而已哦 之后就像这样子 再把它擦掉就好 擦掉的时候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像这种东西啊 你也可以降透明度去看它 也可以 上完色之后呢 保存透明度 先打钩 然后呢 它这边的颜色啊 就会依四周的颜色 带上去 那我就吸这边的颜色 透明度选40 然后开始上 下笔 要有轻有重 这样才会好看哦 不要全部都是重的 那这样子整张图就是没有轻重 就会过于平坦 衣服是有皱褶的哦 那 这个是你们也可以在铺底色的时候就开始把它增加上去 那或者是你在铺 明暗啊 第二层或第三层的时候再去做它也可以 你们随时 画布都一定要放大或缩小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看它的整体感 有无跑 就是有 出来 有时候你 放太大在画 其实奇怪 我缩小的时候 体感都怪怪的 这一点务必要注意哦 我们画图啊 因为这是艺术好这个美术 就是一个不是在画照片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放入自己的情感 不一定要画的就是跟照片一模一样 那这样子 如果都是要画一模一样 那就直接看照片就好了 这也是我之前所讲的嘛 所以呢 画这个就是皱纹啊 其实不用画的跟它就是很像啊 第一个就是你要抓会那个 衣服的皱褶怎么画 知道它的走向啊 然后 衣服的那个作者的那个体感 然后要如何画出啊 这样子比较有那种感觉出来 这这些都是都是一种学问的 如果有对衣服比较有兴趣 喜欢画衣服的同学 那这部分可能就是要多多磨练 然后看看大概这样体感是不是就有做出来 哦对那我们刚刚在上车的时候这边也可以在刚刚这边的时候就可以做了那我一样就是把保存透明度打就是取消掉才能填射 那我们一样就是大概吸这边的颜色 然后把它填过去 然后再把它关在把它就是打勾 那一样呢 然后它这边是因为是白色 好没关系我们一样就是给它上上去把体感做出来 好体感做出来之后 然后要把这边 再把它加量 然后 喔!就水噹噹 就很漂亮 体感就是层次慢慢加 不及喔 有些人覺得 學長那個 我的漸層不太會用 我用混色筆去拖拉他 可不可以 可以喔!可以的 好!再復原一下這邊可能畫的有點醜醜的喔! 大膽的去加他 小肌小穿 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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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加 它這邊屬於比較亮喔 它那邊有加高光 所以我們之後慢慢加就好 好 那我們高光的部分 可能就先 大致上先加到這邊 好